又到了我們第七份的自學站 今天要講的就是一個叫文字的函數 同樣我們有兩個學習目標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大家認識 文字函數裏面究竟有什麼功能 另外最重要是Excel裏面的語法 這也是我再第一次 我們公開試通常會給你一條問題 你要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然後你要懂得寫出來 通常這樣就會有兩分 好 文字函數比較多 不過很多都很簡單 包括有LEN 正常應該是LEN 不過問題是全寫是LEN 所以我通常都會叫LEN 然後就是LEFT MID MID WIDE FINE 這五個函數 你本書裏面又會多於這五個 不過這五個是應該最常見的 希望大家先掌握這五個 然後呢 其他那些就慢慢去到理解 好了 LEN LEN是什麼呢? 你看到了 語法上就是等於LEN括弧文字 一定是文字 例如有些例子 例如有些例子 例如LEN括弧 2點 記住因為它是文字關係 所以要加2點 不要不加 等於 LEN 2點 Hello 2點 它會出一個 結果是什麼呢? 不是55 是5 5 好啦原來LEN在找給他們的文字 究竟佔了有多少個character字模 如果我是格格兩格三格的,他都會計算 這裡比如1,2,3,5,五個 如果中間隔開了一個,會變成六個 當然我們一般來說不會硬地塗一個文字 通常會 call 一個儲存格 譬如A3 是一張會示範 例如有些英文字,我想數數多長 去做這件事 好了,第二個 Left Left 的語法就是等於 left 文字 甚麼意思呢? 好了,看看例子 等於 left 文字 兩點,記住 記住英文字,中文字也好 逢親文字也要加兩點下去 Hello 三個兩點,逗號2 那你就會發覺 由左邊 left 中文是左 由左邊數起 2就是兩個 我就拿兩個character 所以就會見到 Hello 就會出了He 當然,我們一般正常用法就是 Left 一個儲存格,逗號一個數量 這個數量都可以是儲存格 例如說我是A4 A4我放一個數目字 只要一定是數目字 好了,有Left 就自然會有White White White 的 syntax和Left 是一樣的 只是前面這個寸法不同 那它的做法呢 就調轉了 今次我就在右邊數起 這個Number兩個的話,我就會拿兩個數字 然後寫出來 它不會出OL 不會說我讀了O 好,不是的 譬如說我讀3 它就會LLO 一會也會示範 這個就不多提 語法和剛才Left 差不多 好了 接著一個叫MID 剛才有左 右 但是我們沒有中間抽起這些字 所以我們就衍生了一個叫MID的語法 MID 文字 今次是文字行數 S 和N 那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MID 例如HELLO 我便會由HELLO這個字 第二個字母開始 就是HLE 拿三個字母 就是拿ELL 那就是ELL OK 那這個就是那個做法 由中間 其實中間開始 意思是任意一個character 開始 接著拿多少個character OK 這個就是MID 最後 就是FIND 找 好了 找的syntax是什麼呢? 等於FIND 目標文字 逗號儲存格 其實還可以逗號 你看我這裡沒有寫一個N 其實是可以的 一會兒就這樣解釋 我先看看例題 等於FIND 2 逗號HELLO 當然HELLO有兩點 逗號1 我們出來之後 就會發覺 答案就是2 為什麼呢? 因為由1 第一個character開始 數一下E是第幾個 哦,它是第二個 所以它就會回到2出來 我再說一次 在這個儲存格或者這個文字裡面 我們找E在哪裡 在哪裡開始找呢? 在第一個開始找 所以呢 第一個是不是E 不是 第二個呢? 是啊,這樣就會出到2字出來 OK,好,事不宜遲,示範了 這句 I like playing card game 好了 我們先試一下 LEN 給它儲存格 A1 3庫 它就會出到25 為什麼25 這句整句加上Foodstock 加上空白鍵 總共有25個character 符號 OK,LEN 就是這樣用 你看到 相對地簡單 異名 通常這些題目 都會在MC 好了 第二個 Left 譬如我先拿 四個位置 等於Left 你的目標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拿多少個位置? 四個位置 那你就會見到 你和我難的關係 但是 你便會見到 就是 L 價格 LI L 價格LI 四個符號 好了,至於White A1 我想拿 Foodstock和Game 即是拿五個位置 你便會發覺 會是Foodstock和Game 但記住是由這裡開始 OK 希望同學都至少這三個掌握到 先去後面那兩個之前 我提提大家 LEN 是 長度 文字的長度 Left 左邊數起 拿幾多個character 由左邊數起 一折 White 由右邊數起 去拿 這三個就是這個功能 好了,我們去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我拿中間那樣東西 MID 譬如說 嗯 我拿 P-L-A-Y 這個字 當然,我們先選在哪裏找 豆豪 哪一格開始 1,2,3,4,5,6,7 第八格開始 去到第幾格 P-L-A-Y 四個 四 好了 你就會發覺 又是懶人的情況 不打過 你們打得多好些 我就不打太多了 你就見到 MID 給我儲存格 一定是文字 然後 拿第幾個位 第八個位 由第八個位 開始 拿多少個 四個 所以 其實 MID P-L-A-Y 可以當作L-L-A-Y 用的 這個就讓聰明的同學 你們自己 在一個自學站的問題上答法 OK 好了,去到最後一個 就是找 譬如 我想找一下究竟現在 這個P-L-A-Y 這個字在哪裏出現 那我們就回去找吧 很簡單 真的和你英文一樣 找 A-1 豆豪 嗯 找些什麼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找 括弧 好了 你找些什麼 我找 譬如說 找P-L-A-Y 不好意思 P-L-A-Y 好 在哪裏找 在A-1 那裏找 A-1 那裏找 好了 在第幾個開始 看到這裏有個中括弧 中括弧意思是可有可無 我可以不給 不給的話 就是當一開始 如果你給的話 就二三四五這樣 所以我通常建議學生就是 你怎樣也好 不要懶 寫上去吧 即使第一個位置也好 都寫等於一 好了 那數一下是不是 1,2,3,4,5,6,7,8 真的第八個開始見到 P-L-A-Y 當然 P-L-A-Y 整個字 四個字 他會找第一個 character 開始 1,2,3,4,5,6,7 第八個就會見到 P-L-A-Y 他就會出八這個字 OK 好 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譬如說 找 個A字 9號A1 由第一個開始 Enter 你看見出了十,為何十呢? 2,3,4,5,6,7,8,9,10 第十個 你說不是吧,sir 之後都會有的 他只會找 第一次出現的A字 他不會幫你loop 慢慢loop 所以為何我們要有starting 舉個例子 譬如現在我知道第一個A在10 我不想找第一個A 我想找第二個A在哪裏出現 我們的做法 就會是 就是 這裡 我們starting就會放回 File A A 9號A1 9號1 這句有少少複雜 少少那麼多複雜 大家看一看 先看一看 好了,看一看 然後 然後 又看一看答案 對不起 做漏了一件事 這是邏輯錯誤 在我們電腦上來說 加1 這裡也是 加1 7 好了,看一看條色 給你們一點時間 30秒 看一看條色 好,時間過了 提回大家 為何會這樣做呢 第一件事 我們要先拿到這個 剛才說了 這句說話 是找第一個開始 A何時出現的 正常是10 好了,接著我就叫第二個A 第二個File去做 喂,麻煩 10加1就是11 由第十一個開始 你幫我找個A出來 所以 我們第一次找了A在10 然後我叫他加1 他從這裡開始 變成Y開始 Y再數下去 看看A何時出現 所以是11 12 13 14 15 16 17 這就是我們正正處理File 文字的銜數 牽涉很多邏輯上面的東西 這裏就在智學站 大家可以小心點做 建議大家都是那句 看一次,做完不明白 回頭看看自己錯了些什麼 再做過 我記得我的智學站是開放很多次的 OK? 下次再見 拜拜